好 有沒有爬進去 有 對不對 爬進去了 那個概念 它就會在你的那個 法生會令裡面 它就會開始起作用 那那個就叫做變異生死 那我們 能不能 就像華元經 它告訴我們 我們的生命裡面 它是有一個 無限的可能 那麼這個無限的可能裡面 它完全是 就是按照你自己的心在想 你自己的心在變現 所以 我們 我想 我們先打住 但是這個宇宙 我們所面對的這個宇宙 到底又是什麼 那宇宙的部分 我在講義裡面也跟各位分享 就是說 這個宇宙它的形成 到底是唯心還是唯物 在自古以來到現在 我們很多的哲學都一直在探討 唯心還是唯物 對不對 那 前幾年 日本的一個水結晶的這個研究 曾經讓很多人轟動 說奇怪 水看起來沒有生命啊 但是我天天讚美它 結果這個水它的結晶 所以 它很快就會變成很爛 所以 這一個實驗呢 在前幾年 一直被大家來引用 那 我們 這個 到底是 維新 那 這一個 的 有 都 有 有 那 我也 有 很不太 有 有 有 那 又 我也 也 說 那 到現在到前幾年才真正的在被科學家來做一個實驗 那這個實驗我們就稱之為宇宙大爆炸 好他就是在瑞士跟法國的地底下 然後深度20公里 深度20公里各位要聽好 就是這個實驗室是蓋在那個地表底下 那麼深的地方 然後長 然後他用直直與直直 然後用高速去對撞 那麼對撞就是模擬當時那個宇宙之間的對撞 那個星球在對撞的瞬間 結果星球在對撞的瞬間的時候 他們用這種高能夠顯像的這種那個錄影機 然後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去露營 結果露營出來的時候發現說一對撞的時候一個直直是很微小對不對 但是這個微小的這個直直在對撞的過程 突然間發現說他們自然會形成一個宇宙的這個就類似我們現在的那個什麼那個銀河系一樣 他會形成像這樣很多很多的這些例子 也就是直直對撞以後 他就會形成很微細的這些例子 那這些微細的例子 其實佛陀在2500年前的時候 他在定中的時候他就已經觀察到 所以他告訴我們 那個對撞的那個瞬間的那個例子 他稱之在佛經裡面 他稱為林西城 就是呢 就有一點像虛空一樣 但是他已經接近了那個虛空 那佛陀他要告訴我們去瞭解這個 林西城那個上帝例子 我們現在講的上帝例子 那為什麼會談到這個上帝例子 因為科學家在對撞了以後發現新的物資 按照傳統的說法都會把發現者的名字放在裡面 可是這個上帝例子呢 他們沒有辦法 因為他發現說雖然他是一個例子 他是一個物資 可是他沒有辦法用一個人的名字去命名 因為他竟然是全知全能 也就是宇宙裡邊 原來形成我們古老的這種地水火風的說法 這種地水火風本身 都是這些上帝例子所建構而成的 好 那這些上帝例子建構 他爆炸了以後 他就會形成像那個 我們看到的這些 其實這些爆炸在138億年前產生的 但是那個光 我們到現在 前些年他們才 在196幾年的時候才看到 那那個光 其實那種光束 那麼看到的那個對撞的那個光 那這中間 各位就可以看出他的實踐是已經經過了多長 所以我們透過這一個實驗 他最主要就在告訴各位 我們宇宙裡邊存在的東西 最微小的那個就叫做上帝例子 到現在科學家研究的結果是這樣 但是這個上帝例子之所以命名為上帝例子 就是因為這一個物資本身 他像上帝一樣是全知全能 也就是你歡喜的對他 然後這一個上帝例子 他就是一個很歡喜 如果你是一個討厭的角度去看他 那麼他就會排斥你 好 那大家有這樣 這個概念這樣就好 那這個上帝例子有多小呢 我想 我們還是 把佛陀的這些話 跟各位稍微介紹一下 我們 陽光 然後 早上那陽光進來的時候 你把那個門縫稍微打開 那個光跑進來了 那個光裡面有沒有很多的微塵 好 那那個微塵 掉到兔子的尾巴 那兔子是白色的 那個微塵 掉到他的那個尾巴 那麼掉到那個尾巴的部分 我們的肉圓可以看得到 所以這個是我們肉圓可以看得到 最小的部分 就是那個粒 就是那個微塵 好 那這個假定 這個灰塵 我們把它切成七個等分 那麼每一個等分 我們就叫做水塵 佛陀當年他就說 他就是我們地水火風那個 基本的那個水塵 好 好 那我們現在沒有看到水塵 對不對 因為我們的眼睛已經沒有辦法看得到 但是我們家裡那個廚師機一開 你開半個小時 你家的那個廚師機就會有一桶水 對不對 對不對 也就是那個空間裡邊的這些微塵 被你吸進去 吸進去以後它就會形成水 所以那個就叫做水塵 好 那水塵小不小 很小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現在看不到 但是它存在 好 你開保證書 會不會 會 那為什麼他敢跟你開保證書 因為我們的那個金子 假定你帶在手上 也要一噴 噴到了以後 你說糟糕 起一刻 會起一刻 不會 你放心 為什麼 因為空氣裡邊的那個金層 它就主動的怎麼樣 相應 它就跟你 它就又跟它結合在一起 所以絕對不會 好 在失誤 所以那金子都不會失誤 就是這樣來 那個就是 我們空氣裡邊就有那個金層 好 那個金層 你們如果以後讀法元經就會 覺得很好玩 佛在嫩元經也講過 萬有引力形成的 就是我們能夠支撐這個宇宙大地 讓它有一種穩定的感覺 但是在這個大地裡邊 它就會有金 所以有一個金堡 那這個金堡就是 這個空氣裡邊那個水層 裡面的七分之一 它就是叫做金層 好 那金層你再把它切成七個等分 那這時候你所看到的 那個就叫做微層 好 微層我們再把它切成七等分 叫做 極微層 好 極微層再切七等分 就叫做極微之微 然後極微之微 再切成七等分 就是零希層 那麼你們自己去 用這樣 梳理的這些概念去想 那個 上帝例子小不小 很小 對不對 但卻是怎麼樣 卻是我們生命裡邊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因為你的心是在變現 各位一定要知道 我們這一輩子 跟下一輩子 其實都一樣 各位 你寫火以後 你就不要想說有死不死的問題 你今天就會死 等一下睡著了你就死了 對不對 等一下醒過來你又活過來了 對不對 那 死的時候 其實都一樣 都是我們那個 前面的五世 好 它是從哪裡來 眼耳鼻舌身 對不對 然後跑到一根 也就是佛陀告訴我們 我們這個色身 無印身裡邊 第一個字叫做色受想形式 那個色 這個色 它是有六根 這六樣東西 它讓我們去理解 我們周遭的所有的萬事萬物 那這六根是什麼 眼對不對 好 各位要知道 它是以眼為主的視覺神經 叫做眼 所以你們千萬不要以為只是眼 眼為主的視覺神經 耳就是 以耳朵為主的聽覺神經 嗅覺神經 然後味覺神經 觸覺神經 對不對 這五個神經系統連到哪裡去 連到你的藝根 那麼你的藝根 就是我們的神經中樞 所以植物人就是你那個神經中樞 受損了 還沒有完全恢復之前 那麼那時候 那個很多的看啊 聽啊都有 但是啊 它沒有辦法 串起來 所以這個就是植物人 好 那如果說 我們這個 前面的六根 面對 六層的境界 你就會去 有一些感受 那麼這些呢 就叫做 六四 對不對 好那這些六四 它就會 透過你的執著 然後呢 形成你的第七四 你的習慣的動作 習慣的作用 它就會變成 第六四 然後還有 就是有一個 第八四 第七 然後第八意思 那現在呢 各位一定要知道 六根裡邊的藝根 它面對的是什麼 法成 那這個法成是什麼 就是 眼耳鼻舌身 這幾樣東西 你曾經 的動作 然後 給你的感覺 那麼這種感覺 它就會變成你的法成 所以你的法成 如果是 順 膩 那麼呢 它就會跟 那個 第七意思 它相 相竄起 然後你的八四呢 它也常常會 因為你的法成 而 跟它相應 所以它 一方面 也自己會 跑出來 所以那個 那個種子 一成熟的時候 它就會跑出來 那麼那個 第八四 各位一定要知道 它是一個力量 什麼力量 它就是 你生命裡邊的 那種 跟大自然 無二無非的力量 書經告訴我們 深深不喜 天行見 精直以至強不喜 這個 大自然 它就是 這麼樣 它那天天 都是怎麼樣 日出 日落 就是這麼有規律的 那 我們 每一個人 在我們的修行上 有一個 不生 不滅 不夠 不靜 不真 不解 那個就是 大自然的力量 那個是屬於 現天的力量 那霍天 它是一個 延起的 好像 我們 現在在這個地方 那麼有一個冷氣 冷氣一開 你就會覺得很舒服啊 對不對 好 那 因為有冷氣 結果 讓這樣的一個環境 給你覺得會很舒服 那像這些都是 因延伸 因延媚 我等一下把冷氣關了 你就覺得不舒服 所以延伸延媚 好 那大家 能夠去 體會到這裡呢 現在就可以慢慢的回到 我們剛剛所 談到的 你的色身 它有六根 面對所有的環境 有產生 這些環境 所帶給你的 這些現象 我們人的痛苦 就是因為 當你面對的時候 你的色 它一瘦 瘦就是指 剛剛講過的 是一個 神經中書 神經中書 它的瘦 一方面它有 生理現象 一方面它又有 心理現象 生理現象 是指 傳輸 所以什麼是 生理現象 蚊子 一釘 你馬上打 你這時候會不會覺得 我想要打死它 沒有 對不對 這個是 生理現象 這個時候 是還在射 但是呢 如果說 這個訊息傳到我的大腦神經的時候 那時候就開始瘦了 痛 結果就打了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 蚊子在打 好 以後呢 聽到那個蚊子 那個在你旁邊 嗡嗡嗡嗡的那個聲音 你就 它沒有叮你喔 但是你已經起煩惱了 對不對 好 那個就是因為有瘦 所以有那個法塵 對不對 那個法塵 又常常會去跟你的一根 它相怎麼樣 相產生作用 那我們在休閒的過程 你很清楚的知道 它本身都是一個力量 尤其這個巴士的那個士 它就是一個種子 一個力量 那麼這一個種子呢 各位 我們今天的課 我只是想要提供給各位 最重要的點就是在這裡 你現在呢 用歡喜的心 你覺得你的追身 夠了 對不對 你想想看 有多少人 想要趕的人生都趕不到 你夠了沒 你看 你擁有人生 對不對 你想想看 你的追身 比任何人都值得啦 你想想看 有多少人是在痛苦之中 有多少人想要來聽聽課 有沒有辦法來聽課 沒有辦法 你不只是能夠來聽課 你還能夠在這裡 所以你的內心呢 一直很愉快 一直的很歡喜 好 那很愉快很歡喜 你那個巴士的那個種子 因為你的瘦 然後這個想自然會牽動它 那麼你 因為用這樣的一個想 你的那個巴士 它就會自然一天到晚很歡喜 那麼在歡喜之中的時候 它感的那個什麼 宇宙裡邊的地水火轟 因為DNA其實它就是告訴我們 我們那個地水火轟的排列組合 你在地水火轟空市 你那個市所牽的 在這樣的一個領域之中 然後你的地水火轟的組合 然後你當了 好像你這一輩子一直想 哎呀 要吃牛排啊 牛排真好吃啊 我有一個朋友 這次到美國 到日本去的時候 他呢,我們坐郵輪,啊郵輪啊,那個牛排,牛排餐已經不錯了 結果他嫌那個牛排不夠好,他就要跑到那個頂級餐廳,每一天都要去吃 結果呢,他現在已經中風了,他還不曉得說他為什麼中風 有一天我在跟他聊天,你如果要身體好啊,不要再二次中風啊,你現在不要再吃肉了 他說,你想想看,我賺錢那麼辛苦啊,啊我現在都快要死了,啊不趕快吃啊,要等到什麼時候再吃 好,你想想看,因為那樣的一個錯誤的想法,對不對 結果呢,一直的朝向那個,讓他的身體一直在惡化來走 好,那你想想看,如果你一天到晚想的都是這些不好的 那你很自然而然,你的內心感到的這些地水火紅的他的排列,一定是不好的 對不對,如果你呢,能夠常常起一個慈悲的心 看到人家有苦,就想到,我如何去幫助他 那麼你能夠,用這樣的一個心,常常想說,我要去幫助人 那麼你常常,用幫助人的心,來經營你的人生 那麼你這時候,那個地水火紅他的排列組合 一定是,那個佛菩薩的那一邊的那個排列組合就會越來越長 如果你的心啊,一天到晚就是在跟人家計較比較 然後一天到晚在傷害自己 各位想想看,你身上,現在的排列組合 各位要知道,我們現在這個身 它是什麼,它是有很多的這些 好像我剛剛說的,有聽覺神經,視覺神經,味覺神經對不對 那這些神經裡面,其實它本身都是什麼細胞的組成 然後細胞你如果去分類,去把它看 這些細胞裡面呢,有質質、中質、電質對不對 如果你再仔細的看,這些單單一個直直的對撞 然後就產生這麼多的上帝粒子 你就會發現說,我這個身啊,其實都是上帝粒子耶 那各位想想看 你天天跟你自己說,我很健康 我告訴你,你就沒病沒煩惱 你天天在想,哎呀,應該要去做健康檢查啦,對不對 我們老人家好像,我太太跟我講說 我們今年什麼時候要去做健康檢查 我說我不要去 我從45歲好像就開始老人可以免費健康檢查 一直到現在,我從來沒有做健康檢查過 上一次是那個長庚的醫師跟我 因為他也是血火的朋友 他跟我講說,你抽個血啊,檢查一下好了 那結果我就真的按照他的意思來抽血 那結果一抽血了以後呢 他就跟我講說,奇怪耶 像你這個樣子 看你那個病應該是很多啊 可是你為什麼都是這麼標準的這個 那個什麼,這個數目字 為什麼會那麼漂亮啊 我就跟他講 我說我的秘訣,我每天醒過來 第一件事情,我一定要感恩我的身體 各位想想看 我們今天能夠修行是因為怎麼樣 有這個身體喔 你們有沒有看過那個 那個地六感什麼生死戀有沒有 有一個電影 結果這個電影 這個男主角跟女主角 牽著手在手拉配那個當下 大家都印象很深對不對 但是當這個男主角因為車禍死掉了 他雖然愛著這個女孩子 他也知道說這個女孩子面臨著危機了 有人要暗殺他 把他殺掉妹口 他也很想要讓他的太太知道說 你現在身處那個危境之中 但是他試著用各種方法 他的女孩子這個女孩子根本就不相信了 甚至於到最後呢 他透過了靈媚 然後呢 希望透過靈媚的這些 跟他說 但是他太太也不相信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說 哪裡有時候人死了 還能夠在我們周遭呢 好 但各位看到這個現象 你就會很清楚 人能紅到 灰到逢人 宇宙大自然的這個力量 是只有靠我們人來把它詮釋出來的 宇宙大自然不會詮釋你 你必須要透過他 透過人來詮釋 同樣我們今天要修行 修行他不是自己在修的 修行你要不靠你的五印身 那你如何去修行呢 好 那我們既然知道 我們生病裡邊最重要的就是這個身 那麼這個身 你如果累積太多的這些金銀財寶 或者累積太多的這些 那些 富貴 還有明文立揚 那其實呢 毫無意義的 為什麼 因為他跟你的生命 的健康與火 完全不見得是直接相關 所以我們應該要從現在開始 你就應該要好好的善待你這個身 那你要如何去善待你的身 各位一定要知道 不生不滅不垢不靜不增不減 這個力量是什麼 是我們本有的佛性 是我們跟宇宙一個整體 那麼這個力量 它是自然 所以呢 你有修行 你沒有修行 這個力量都存在 但是我們今天的修行 讓我們知道說 生命本身 原來它是列列的排列組合而已 這個 我們在論言經 佛很清楚的告訴我們 宇宙 地水火風 這個地水火風它如何排列 其實是一個體 當它的水的成分多一點 那麼我們就會覺得 它是水 對不對 它的這個物質多一點 它裡邊的物質多一點 我們就會覺得它是地 好像我們隨便幾個例子 你們有沒有看過下雨 你讓它慢慢的乾掉 好 那雨水乾掉了以後 剩下的會不會有那個灰塵 有對不對 所以每一滴水 那個如果讓它自然乾 你就會發現有一些那個灰塵 所以水跟地 其實它是 只是排列組合不同而已 好 各位一定要記住 這個水 像這幾天很熱 那麼水呢 自然因為一熱 它就會一直的蒸發 蒸發了以後 這個水它就會變成水蒸氣了 水蒸氣它就到哪裡去 到天上去 對不對 那假定到天上去的時候 每身高100公尺 溫度就遞減1度 那你想想看 我們的差不多 像我們飛機在飛行3萬尺 那時候窗外 那時候的那個什麼 那個溫度應該是零下47度左右 因為我以前當兵的時候 我服金光役的時候 我是派到那個雷達站 那雷達站 我就曾經跟我的朋友聊天 我說為什麼我們的飛機 都是把它帶到這一個高度 然後就不讓它再高 也不讓它再低 他說因為飛機在飛的時候 會產生摩擦 會生熱 生熱的時候 剛好在那個零下40幾度的時候 那個什麼那個 它就可以冷卻 對金屬呢會有一些幫助 好 那麼到天上的時候 一凝結 然後它就會成冰 然後就掉下來 好 水 水蒸氣 冰 是不是一樣 是一樣對不對 好 水它在哪裡 水在天上 冰在哪裡 一定在地下 所以各位一定要記住喔 我曾經有一個學生問喔 哎呀老師啊 不是說不住嗎 我說是啊 不住啊 他說那既然不住啊 那為什麼還要 這個也要計較 那個也要計較 我說 我講的不住 那個是水言不變 不變水言 好 各位想想看 什麼叫做水言 當人家有事情來找你的時候 那麼你就一當下 然後去有效的幫助他 對不對 可是在某一個不同的環境的時候 這時候 這時候你也一定要 水言不變 不變 水言 那為什麼是這樣呢 各位要知道 當你的水 有陽光在加熱的時候 它變成水蒸氣了 對不對 變不變 自然變 當它易能了 它就變成冰 它變不變 它也是自然變 可是有一樣東西它是不變 哪一樣東西不變 水蒸氣 濕的對不對 水 濕的 冰 還是什麼 濕的 所以你慢慢的去感受 我們在為人處事裡邊 所有的事情 你如果能夠從 從它的法性上來看問題 那就沒有什麼事情好困擾著你 我們之所以會被困擾 就是因為我們的社 就是 把這些外面的六層境界 然後 這些資訊 傳遞到你的大腦 然後到你的 瘦 瘦 我們就分成三個部分 瘦 就是 第一個大腦 它會去覺知 這是順的 順的覺知 以前這樣很好 或者是膩的 這個很苦 好 苦 它已經產生了 因為它是 嚴不一樣 對不對 好 那麼既然是苦 那也只是嚴不一樣 所以啊 你要不變 對不對 不要膩的時候 就稱恨 順的時候 就在那裡怎麼樣 要多一點點 你如果一天到晚想要多一點點 那麼你想想看 你的生命就很煩惱 對不對 所以我們老祖宗常常告訴我們 只要不做期待 就不受任何傷害 如果你要期待 你就有失落 然後就會有傷害 那我們 能夠慢慢的去體會 當你的這個瘦 順瘦 逆瘦 不苦不樂瘦 其實這些瘦 它都是一些嚴的關係而已 對不對 有的把你變成水蒸氣 你這時候呢 在天上 天上不錯啊 你看 那個莊子的逍遙有 有沒有 他說 在東海裡邊 有一個小池子 這個小池子裡邊有一條椅 他每天就覺得游來游去 然後他就會站那個小池子 這個池子是我的視力範圍 但是有一天啊 他作夢 他說奇怪 我怎麼會忽然間啊 長出了翅膀 一看 結果我變成一隻大盆鳥 結果我想 我既然是大盆鳥 我就應該飛上天空啊 結果沒有想到 一展翅 一飛衝天 結果一飛到天上 一看的時候 忽然間笑了 他說奇怪啊 以前那麼小小的池塘 我一直覺得那個很重要 那個是我的 現在看到的那個世界 竟然是這個樣子 原來那個只是一個小小池塘而已 好 所以當你遇到了順的 那麼呢 他是這樣 遇到了膩的 我告訴你 也一樣啊 不舒服不喜歡 你忍一下就好了 所以我們講 講義裡面跟各位講說 面對生命本質的苦 每一樣苦你去了知它 在苦的當下 你能夠去服人 然後還要再信仁 然後還要再順仁 你才能夠進到無聲華人 然後到這個真正的成就 好 什麼叫做服人 就是你先把它冷靜 先不要起這種懊惱的心 先降伏自己 好 什麼是信仁 順何人也與何人也 有為則亦弱勢 對不對 人家當年佛陀他的修行 他也遇到了很多的挫折啊 對不對 我們的德恨 如何跟佛陀相比啊 對不對 我們 今天啊非常高興啊 我們 校長啊 我們的長老啊 他親自啊 還坐在旁邊 想想看 各位私底下也可以請教校長 他的修行 他是我們台灣教界的長老 他是我們的精神領袖 他一生 他的成就 我常常跟各位講 在中國裡邊 中國的佛教史上 我們很自然會把高僧跟名聲分開 名聲是很知名的 在世的時候可能轟功違約一大堆 但是一個高僧常常是我們想要笑話的 對不對 那麼你要成為一個高僧 你可能就必須要忍受更多的人家的這些不諒解 甚至於你就必須要 人家會對你有很多的攻擊 那麼這時候呢 你就要想 欸 我不只是現在當下忍他 我還能夠進一步 你看 活頭當年 遇到了很多人 你看他的這些 故意傷害他的 他也是照樣啊 他也是忍受下來 所以 有為則亦若是 你唱他這樣 好 那這個是信忍 再來還要順忍 我們忍了以後 你再繼續的往上提升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哎呀 我超越了 我超越了這個生命的苦 但是我還是不忍眾生苦 所以這時候你就會想辦法要去轉化他 教化他們 那麼當你要教化他們的時候 你這時候就要怎麼樣 要隨順眾生 所以橫順眾生 所以那個叫做隨忍 你能夠繼續往上提升 當你能夠隨忍的時候 你才有辦法跳脫 超越到無聲華人 好 那這個境界了 各位可以 以後有空 你們可以自己慢慢再去體會 但是呢 我們在這裡就很 希望各位很清楚的認識 功能 看完 你就不會繼續 如果看完 這時候 你能夠營出 那時候 你能夠營出 你到現在 那時候 你能夠營出 那時候 那時候 我來西班 我經常 的 這個時候,我曾經跟我的同學抱怨過 我說奇怪喔,我這麼喜歡爬山 但是偏偏起了一個什麼 喜歡逛百貨公司的太太 她就是從來不陪我爬山 我今年七十歲啦,我太太沒有陪我爬過一次山 好,各位看我這個長相就知道我好吃啦,對不對 因為很胖啊,為什麼我很喜歡吃 因為以前我們小的時候沒得吃啊 我以前最喜歡掛豬仔,掛豬仔的時候 掛豬仔的時候,聽到吃五餐 我每一餐都是吃六丸 所以很愛吃啊 所以我結婚以後也很喜歡吃啊 但是我偏偏起了一個態度 不喜歡煮飯,怎麼辦 所以剛開始的時候,我跟所有的人都一樣 常常會覺得,為什麼生命這麼苦 後來有一天,我在讀哲學的時候 我們的一個教授就跟我們說 哎呀,他的太太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他說,後來我就自己想通了 沒有想到他在講的時候,我很注意的聽啊 因為他的情境跟我的情境一樣啊 她說 後來她想通 她說 柏拉圖啊 她有一次啊 正在那個 那個什麼 跟學生啊 跟學生在談話 在教學 結果在對話的時候啊 結果太太呢 就跟她講說 煮好了啊 趕快來吃啊 結果她 那個老師跟學生正在談到 結果談得津津有味啊 結果這時候呢 她的太太第二次的時候 就不再叫了 就用那個什麼 那個一大鍋的那個什麼 滾燙的那個什麼 那個水啊 然後就把她潑過去 結果潑過去的時候 柏拉圖怎麼說 我就知道啊 大雷之後一定會接著下雨 所以啦 她的老師啊 就是 我的那個老師啊 就用這個來比喻 她面臨她婚姻的情況 如何去轉機 那我一聽的時候 喔 真好啊 對不對 你想想看 我就是喜歡爬山 爬山就是喜歡怎麼樣 因為我的個性也很喜歡東看西看 自己想東西 假定我太太天天連著我爬山 那你想看 我就不會有這麼多時間寫講義了 你們今天就看不到講義了 所以啊 還是要感謝我太太 對不對 她因為懶得煮飯 所以才讓我能夠維持這樣的身材 不然我這個身材不曉得要破幾公斤 好 各位想想看 我們的身體都是DNA的組合 我們的身體是 你自己那個上帝立直所建過的這個色身 那這上帝立直居然是全知的 全能的 你為什麼不每天很愉快的跟你的身體講 哎呀你看 感謝你啊 讓我擁有今天我可以好好的修行 當我面對我周遭的環境 我也會感謝這些環境 為什麼 因為當我不斷的去感恩這些環境的時候 我會讓環境跟 好像我早晨 當我在喝一杯水 我第一件事情 絕對不是就喝糖 我一定跟他說 杯子啊謝謝你啊 水啊謝謝你啊 因為你們都是上帝 喝進來的水都變成什麼 甘露水了 想想看 生命是這麼喜悅 你為什麼不好好的去享受喜悅的人生 為什麼偏偏本來就沒有的 然後呢自己老是自己找很多的這些事情 跟你無關的 人家在吵架 你把他想說那個人怎麼那麼沒有水準 是誰在沒有水準 人家在講他的事跟女兒幹 結果我們天天啊 常常把人家的事情拿過來 自己 那人很沒水 今天看到那個人好討厭 好生氣喔 你氣水 好 從現在如果你清楚了 你從現在開始把握你當下的之一刻 好好的去享受你美滿的人生 因為當你在享受你美滿的人生的時候 你的身體會越來越健康 你的得業也會越來越有成就 那今天我們的報告就到這個地方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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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 阿彌陀佛